激光笔又叫观星笔 原本是天文爱好者用来观看星体的好帮手 然而在香港持续半年的修理风波中 激光笔被改做了新的用途 在示威者眼中 它可以干扰警察举证拍摄等行动 但在医生的眼中 它确实能造成不可逆转损伤的危险武器 激光是什么呢 是一个很强的能量的一个光束 这个光束呢很有用 这些抢的激光 如果使用的不震荡 譬如说去拿来扫射人家 而它刚好那个眼睛 就是聚焦于你的激光的时候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可以说是0.1秒钟 就把那个眼睛弄下了 而且它弄下呢 是不可逆转的 就是没有药可以 没有手术可以做 就是那0.1秒的时间 就把它弄下 就永久的生命了 身为眼科医生的周博展 对激光始终怀着敬畏 早在20年前 就因美容界滥用激光的现象 参与成立了香港雷射医学会 目的在于呼吁相关部门 对激光的使用予以管制 如今强力激光比大量现身街头 令周医生忧心忡忡 在国外包括英国 我们知道呢 如果强力的激光呢 你要去购买呢 第一你是要成年人 第二你是要登记的 又管制的 你买来干什么 你住在什么地方 你是谁 这些都是要登记下来的 才可以买 香港我们还没有这个法律 所以这一方面呢 我在这儿呼吁有关当局 去做工作 保护我们的市民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